现在由你政府的路线当然会影响你决策,影响你很多政策的决定和执行 你再看国安处在今次八个通缉犯,大家看到屋邨,贴了八个通缉犯 一人一一张贴在告示板上,想贴多些其他告示都比较难 其实意义它在哪,大家都知道它在哪,你继续找他们家人 甚至比如嫂子又找,嫂子又找,哥哥又找,爸爸妈妈又找 甚至儿子女儿甚至媳妇他都找,然后容鹤欣那些他都找 实际上我很想知道,找了他们来问话,有什么效果出现 还有有时我都很奇怪,通常不可以打草惊蛇,如果你要找同一时间 要拉47人,最好同一时间走来做,要找八个通缉犯的家属 应该同一时间,或者带朋友来问话,一次过搞定,不是 好像想连续剧,今日就是刘冠聪家人那边先,明天就举朋友 后日就到郭荣坑,但后日就门少达,之后就袁宫怡他那边 为什么不可以一次过搞呢,我都不明白的,真是,不知道大家 你不理解原因,除非基本上,我们都知道效果不会很大 就是,叫做给大家知道,要做一个震慑的效果 等你们以后不要再做这些事了,等你们,劝下你们的亲人 不要这样做一些所谓他认为危害国安的事了 否则我真的想不到有什么很实际的效果,还有呢 我不明白,为什么朝朝出来不是犯来的,要晨早别人都没起床 尤其他人都说,我们都没起床,已经被人拍你门,要进来,走来查 你现在不是拉犯,为什么每次都要这么早呢 我都记得,我都试过以前被ICAC叫我协助调查 他会怎样呢,会尝试打电话找我,当然我不听电话找不到我 就去家里,我不在,就留下一些信,口信,或者留下一张纸子 叫家人跟我说,你有空就回覆他,都只是这样的 你不是,现在好像拉犯那样拉,每次都流流,每次都是 我可能知道,早上你没出门口,出了门口那时候他就难些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原因,但他们不是犯来的,是吧 那些协助调查,还有这个连续剧,不知道都烧到什么时候 真的,每次就一名通缉犯的,或者一两名通缉犯的家人 就被带回去问话,还有大家都很好笑 你不会见,除了任何因之外,其他人被人问完话之后 会打罗打鼓,通知,我有被人问话,是不是 甚至说,说了些什么,我是清白的 总之,如果知道袁公仪那些消息,我一定会如实去举报 喂,大佬,这些就是,平时,如果人家找你协助调查 应该会讲这些东西,里面的内容不要跟外面讲 尤其是牵涉到国安,云海因这些其实是否完全无规无矩 可以立刻出来开记招,透露入里面的内容 可以这样的,通常记者就说,他们都有些手机电脑被人带走 不是,云海因是自己说的,我的手机电脑被人带走 可以这样的吗?连汤家华都质疑 这些真的无规无矩,国安处,要不需要看一下云海因 这些就是真真正正的,目无规矩 是不是他就危害国安就是这些人了,立法会议员 这些完全是觉得一场,你问我一场的闹剧,笑话来的 哪有可能会这些,就是云海因可以这样开记招的 你可以然后,国安处给他开记招,那一天才好笑 然后事后又好笑没什么 如果是这样,罗冠春,爸爸妈妈又要不需要开记招? 郭荣恒的压过阿嫂又要不需要开,不会这样的 现在连这些建制里面,汤家华都立即受访问 这样好像是犯规,甚至说犯法的字眼,如果真是犯法 那执法部门需不需要?对云海因作出拘捕 袁李昌他就叫做都几克制,打算是郑海游写文章 写完之后你引述他的文章,再加你的意见再批评一下 香港政府等等的问题,谁知道 人家说就可以,刘兆佳说就可以,汤家华,江独欢,謝慧俊说就可以 你说呢,立即静开喉,就说你不可以这样来誤道 不要这样来断章取义,他黑仔都黑仔到这里是容海因,这里是老婆 真是这么多东西可以说,想跟人家说完全不关我事 我觉得袁李昌,虽然我觉得你本身你个人都没什么特别 又不是很大的本事,但又不是一些很平隆的人 年轻人都笑到穿漂亮的,看到以前的年轻和袁宽妮的合照 说一把长发,好像郑意见一样的,但我不知道是否你年轻的时候 太封流还是什么原因,突然间口味会这么大转变 到你要成家立室的時候,既然選了一個這樣的課式容可欣,就變成了家媛不幸 袁理昌其實你現在都還年輕,四字頭人生是可以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和前途 如果是真的有需要的離婚 警方沒有說任何有關於進一步的調查行動 但今天在家裡有首領,亦都看了我家庭裏面的一些文件 因為我帶走的時候,警員仍在我家作出調查,因為袁理昌還在家裡 所以我就不知道我離開了住所之後的情況是怎樣 但據知我後來問回家人,其實都有繼續去調查家裡所有的文件 各方的詳情等等 我自己亦都有兩部手提電腦和電話 開始時是被檢取的 在接受完調查之後 我亦都是拿回我自己的手提電腦和手提電腦 今早大概有十多名警員來到我家裡 我當時還未起床,我當時在睡覺,袁理昌也是 所以他們登門、掃訪的時候 我家裡的兩個外傭姐姐開門 小朋友亦都是在睡房睡覺 所以小朋友亦都不理解誰來 可能回去也說一說 但我媽媽後到我家裡都瞭解到情況 見到小朋友都沒有什麼 亦都沒有提問什麼 其實整個過程都很暢順 但對於之後我離開了 因為應該是我先離開了家裡 袁理昌還要接受調查一會兒 在家裡有些文件 可能有其他事情要問他 所以這方面的詳情我都不了解